大摩也是这样看 他建议选一些内需型的家电股 多过出口型的股份 虽然运费可能回落 不过之前2020或者2021年 出口型的家电股已经是过度消费的现象 之前这么高基数 估计今年销售增长会放缓 甚至可能倒跌 如果看见这个表 我们就看到几只家电股 他们的主要市场在哪里 如果是V星或者JS环球生活 占比或者加上可以自家 比较大的收入超过一半以外 都是中国以外或者北美地区 唯独是创围和海信家电 主力的市场就在中国那里有六成以上 既然内地政策官方都是推出一些 提振消费的政策 是不是真的家电股 都应该由一些选出口型的家电股 变成要选内需消费型的家电股 整体上都可以这么说 但是出口的又不一定全部都差 都要看回市战方面 会不会有个别是可以明显是突围而出 比如好像见到去年 就是Thanksgiving那个旺季 见到比如JS文革生活旗下 那个Shark and Ninja品牌 其实卖得是相当之不错的 所以又不能够说 一刀切地说 就为了出口的所有都不行 个别比如JS 可能都还可以看好一点点 至于你说在内销占比大 比如刚刚你提到创维 也都要留意 因为本身创维做最大的一个产品 就是电视 但是电视机现阶段面对的竞争是相当多了 比如好像小米出了很多的智能电视 对于创维这些比较传统的公司 就不是说太有利的 但是当然创维现在都慢慢做转型了 就是现在我们说家电股可能第一就不是想起创维 反而创维你说起它会想起一些新能源概念 比如现在都做一些光伏发电那类的业务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家电股 创维未必说会完全跟得足 或者是家电股跌的时候 它可以导致受惠新能源的概念 好 而家电股里面创维就连升到第四天 今天最多还要升接近6% 而且公司最近断断续续的回购股份 令到股价在过去两个月 5元水平都有些支持 或者再看大一点的picture 4.6 4.7 又好像已经形成了商帝那样 公司合考赢到同业 是不是因为最近做回购 还是它都还有一些再独特的优势 那股价是不是既然连升了这么多日 比较强势的话 就可以挑战6.6元那些去年的高位呢 创维有几个概念 刚刚提到它搞一些光伏新能源的业务 是其一 看到收入的比例或者增加 就是增速都相当明显 其次就是之前它都传 说会分择它那个创维家电 或者是特别的智能家电那边的业务 会回到A股那边上市 大家也会有个期望 一来就可以集到资 二来就说股值上面有个释放 这些对于创维短期来说 会有个利好 再加上刚刚你提到 它们也都是不断在做回购股份 所以对于短线的股价 不排除是会进一步有个增长 但是如果你说 以真的纯粹家电的范畴 业务来说 我自己首选就不是创维的